如果拿基要真理去对还没有信主的人 别人不容易听进去 是因为他已经踩在承认有神的角度所编写 我说的基要真理就是刚开始的那种一般的基要真理 那这个踩在承认已经有神的角度 是因为这些很多的一般基要真理 刚开始的这基要真理都是从外国翻译的 所以在外国欧美人来讲 耶稣啊 上帝对他们是以前就知道的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民间信仰 但是对我们华人这么多民间信仰 其实刚开始就说那为什么你们那么霸道 所以就会有一些因子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呢 刚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说 哇 这个看起来就是我们本土化 因为尤其我们第四课讲清楚了民间的神是什么 所以带了很多人开始他就敢不再算命 而且他开始知道这位是神 那个翻转有时候在时刻当中非常快 有的拜了几十年的 清晨四点 扣扣拜的 起来的 结果大家课上完就信主 所以其实在这个工具里面 我也感谢神本来是我一个人经历这个工具的能力 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我们在对的时候其实是展开一个平台 那什么平台呢 就是我跟你聊天 那聊天你要用什么话题来聊天呢 其实要有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又不能只是一点点 因为很快一个钟头如果我要跟你聊福音 其实你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 比如说我说这位是神 你说为什么 所以我讲一个真理呢 这中间就漏更多的问题 那为什么你这位是神 那我信的那个是什么 所以不讲还好 一讲问题更多 所以很多基督徒想要一段饭的时间 就要讲清楚 结果弄得面红耳赤 还有别人更是觉得排斥 你看嘛我就说 你就没有讲到答案 所以我们其实缺一个 说清楚讲明白的一个工具 福音 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具 其实是跟在各个福音御工 或者不是福音御工的活动 混上喜庆 任何流失者 我们就拿这个再来一对一 说清楚讲明白 就捡了很多会信者 跟很多的福音御工活动的流失者 他们就回到教会 而且我们还捡了一些人 就是在教会 后来又远离教会的人 他会远离 就是因为他信仰还不清楚 就远离了 可能也受洗了 那这样子远离的人 更难再重新回到教会 可是这样子的人呢 我们也有很多 是用一对一这样子的信主 大概我们的对象 百分之六十是卫信者 三十是远离教会的基督徒 所以比例很高的 尤其有的师母 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关怀工作 师母最辛苦 但是关怀做很多 他就是不进来 那不关怀也不行 其实他都是缺了那一个点 就是信的点 那从华一道相应施工 这个工具就可以把这个补足 所以这个工具 其实是个小螺丝钉 我们也称他是一个游击队 又是小螺丝钉 就说你这个福音吃喝活动 留下流失的 都进教会 名单我们已经教会有了 我们就跟上去 跟他一对一 然后你说那谁要听实课 那我们的装备课有教导 就说对实课 人家对方一听 就是会不会觉得很多 你就跟他说 你愿不愿意试上一课两小时 上了以后 如果不喜欢 千万不要继续赛上 然后上完实课以后 也不一定要信 那对方心里想 好吧我就两个小时给你 我看看你要讲什么东西 就第一课创世纪 从科学的角度 看见当时摩西 不是自己幻想有位神仙 因为他讲的创造原理 到今天科学发达 当时摩西的时候 科学是不发达的 到今天科学发达 还吻合 所以我们这样子 在带领卫性者的时候 是从他的平台 他看懂 哇圣经这里面 这位上帝 真是创造的神 所以他开始 第一课上完以后 他都不会再想说 我第二课要不要来试上 问他要不要上第二课 当然要 当然要 通常卫性者的反应 上到第三课 第四课 他说我每周来期待 要上这个课 那就是因为这课程的 内容的结构 是从他的角度 而且又让他看到 这位神的大能 就不是我们基督徒 嘴巴说神大能 他就能够接受 是有条理 而且有证据 还有千年预言应验的 等等 这些一些很多的组合 那主要的东西 都从圣经出来 所以对方 对这本圣经 因为圣经都不是 带领者自己在写 对不对 也不是基督徒写 他就会开始 对圣经说 哇对耶 居然千年到今天 还吻合 所以他就对圣经 责福 对圣经责福 他当然就是等于 对上帝责福 所以是这样子 循序渐进 带一个未信者 未信者清楚明白 信的理由 他就进教会了 最后哀求 好 好 意思 好